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适配不同水平的使用者 它的阻力调节范围在1.5到120公斤之间 只需轻轻旋转阻力调节按钮即可轻松调重 免去了护力调重的繁杂操作 家庭力量战拥有三大训练模式 标准模式拉起的阻力与放回的阻力相同 可以有效地增加肌肉的耐力 离心模式中拉起的阻力小于放回的阻力 从而刺激并增大训练效果 而在高阶模式下 拉起的速度越快 阻力越大 可以让肌肉时刻保持着张力 辅助使用者突破健身瓶颈 此外 家庭力量战拥有智能泄力保护功能 在训练中 如果器械不慎脱手 内置传感器可以迅速感知 并下达泄力之令 器械阻力会瞬间归零 避免因器械脱手快速回弹 而造成使用者受伤的情况发生 许多健身小白最头疼的事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练 这该怎么办呢 这款家庭力量战加入了互联网模块 只需通过手机APP输入身体信息 即可定制专属训练计划 通过视频教学的方式 让您的每一次运动都有专业指导 家庭力量战把健身房和教练搬回家 让我们在家就可以锻炼身体 大大降低了力量训练的门槛 俗话说 生命在于运动 只要我们坚持锻炼 就一定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新一代家庭剧目 观众朋友 您看这蓝天白云下 阵阵的清风拂过 草摊上羊群在悠闲地吃着草 您在看那转动的风车 流走了时光 带走了岁月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张北 刚才您一定以为 我是在某个拍摄现场吧 其实这是利用 超高清巨木搭建的 虚拟拍摄现场 高科技的显示技术 发展到今天 它可以欺骗您的眼睛 颠覆您的认知 受技术和成本影响 传统家用显示很难做大 98英寸屏幕基本成为量产极限 还面临着无法进电梯 入户难的分梯 而激光投影虽然尺寸略有突破 但在明亮环境下 其显示效果无法满足用户视觉的需求 这款剧目是基于芯片封装技术 和微米量级的自发光像素单元显示技术的 第五代家用显示 它突破了传统液晶电视的尺寸瓶颈 除了有110英寸 138英寸和163英寸的超大标准尺寸外 还可以根据用户情况定制尺寸大小 无限扩展 究竟是什么技术实现了把影院搬回家的梦想 它就是先进的COB技术 COB是指基本上芯片集成封装技术 是LED显示屏中比较尖端的封装工艺 基于COB封装技术的大尺寸巨木 是由数千万颗自发光芯片图层 使得画面有更高的亮度和对比度 更丰富的色彩 更好的色彩还原度 同时 巨木采用无缝拼接的技术 可以拆分为较小的显示模组 被运出单元 更是完美解决了大尺寸屏幕 运输与入户的蓝体 好 你可以试一试我们这个COB屏幕的一个结实程度 那我的力大一点 不用我赔钱吧 很好 很好 随着5G加8K技术的成熟和普及 高分辨率的大屏幕将是一种大势所趋 巨木产品配合超高清频道的普及 带来更加逼真和沉浸式的感受 在今天真正实现了客厅即影院 屏幕就是现场的生活现实 唯美至真的观影效果 引领着新时代每一个家庭的视听心趋势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智能语音转写系统 欢迎收看时时天气 北京今天气温20度到30度 东北风二级转东风三级 空气质量优 适宜出行 想知道怎么实现的吗 跟我来看看吧 战事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王轩 在刚才天气预报的转播当中 有一个好帮手 他让我一键完成语音转写字幕 准确又快捷 那他是如何完成的呢 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传统字幕制作 需要经过打字 断句 拍唱词 修改 校对等环节 制作时间长 费时费力 如今通过智能语音转写系统 可一键完成 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第一步 语音转写文本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实时语音转写 通过话筒的音频识取 实时将语音转写出文本内容 也可以通过音频或试音频文件 提取语音转写出文本 第二步 智能断句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智能分析语语 可实现自动断句 文本内容与音频字音相匹配 同时符合电视节目行业字幕的特征和习惯 对段落和语句进行更好的划分 第三步 智能校对 人工智能系统通过获取并分析 语句中不同词组的关联信息 智能推荐正确文字 有效避免错别字的出现 使语意表达更准确 另外 拥有海量专有名词库 根据语境 优化我们显示的结果 节目制作智能语音转写系统 使技术局践行总台 5G加4K 8K加AI战略布局 围绕超清化 移动化 智能化建设目标 打造的人机偶合 自动化内容 字幕生产应用系统 目前 该系统已经服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个频道 荣获2021年网选新闻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荣获2021年首届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一等奖 便捷高效的智能语音转写系统 更好地满足了电视人 在节目生产过程中的制作需求 感受人工智能在节目内容生产领域带来的便捷 同时在不远的未来 智能语音转写系统也将运用在更多领域 塑造全新的信息传播流程 激发媒体的传播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